美元降息50个基点 可这人民币却没有跟牌 大有汇率不破七不罢休的态势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美元降息的背后 可是人民币走了10年的王者之路 说这话可能有人就不信了 明明人民币在Swift的结算系统当中的比例还不到5% 论影响力也只比3%的日元高了这么一点点 这前面还有欧元英镑 怎么你说的好像人民币跟美元要一较高低二分天下了呢 这当然不是我说的 而是各国央行的选择 不相信啊 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图 这是全球央行之货币互换协议的网络 它覆盖了所有主要的经济体 颜色越绿代表动用的额度就越大 基本代表了各国央行之间的一个站队的情况 所以说这线条看似密密麻麻 其实就两个中心 一个是美元主要跟发达国家互换 一个是人民币 五湖四海到处都是朋友 可是别看美元对外互换的协议签的不多 除了两个邻居就是欧元日元英镑这三家 但是分量是极重的 08年金融危机当时发达国家的全部熄火了 美国名面上自己印钞就市 私底下呢签了无上限的货币互换 要多少美元自己印 什么时候稳定了经济 什么时候就停止 而同样的事情在2020年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 但是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个优待了 想要度过危机那就只能够找英国日本欧洲国家去签 代表的就是美元体系里边由高到低的一个层级关系 本质就是拉帮结派 远近亲疏那是非常的明确 但是呢只要这个管道建立了扩容提额 那仅仅就是数字上的区别了 就像是冷战时期的核保护伞 哪怕额度再小甚至不动用 国际资本其实也知道 这个国家有人照着不敢大局做空 反过来如果说你没有加入到这个体系里边 你就是所有人眼里任人宰割的小卡拉米 但是呢美元万万没有想到啊 人民币占出来了 中国手里有商品有外汇储备 你小国呢不是担心发生危机的时候没有外汇吗 那就跟我换人民币呀 然后你加的什么石油啊牛肉啊铜矿铁矿 有多少我要多少 结果是啥呀 美国领导的全球互换层级网络的主角地位 被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给取代了 让很多大大小小的经济体呢 都有了一个预防外汇结算困境和金融危机的保护伞 最近连毛里求私都跟我们签了 总之看似主要结算货币有五个 实际呢就只有美元跟人民币是真正的独立 所谓的结算份额只是一个结果 谁能够真正影响底层金融货币秩序 那才是关键 结果也很明显 这两年呢美元加息那么的狂暴 但是呢跟中国欠了货币互换的国家 除了少数自己作死之外呢 没有国家是真正破产崩溃的 本国资源不愁卖中国商品有钱买 急需了美元还可以抛售人民币去换 内部通胀和外部债务的压力都缓解了不少 至少呢都维持了稳定的国内经济 保住了国内市场和优质资产 以让华尔街为主的国际资本镰刀铺了空 美国经济跟金融市场造血不足 硬着陆风险也都一直没有解除 所以说不要以为美元降息50个基点 那只是美联储自己独角戏 还有人民币在背后发挥作用呢 这背后呢是10年货币保卫战的辛酸历史 自从98年帮香港打退了索罗斯之后 每隔几年呢都有国际资本要做空人民币 导致咱们的防御手段也是在不断的升级 一开始面对外资做空 靠抛售外汇储备硬扛 最凶险的那是2015年汇改之后 美元加息 人民币遭遇了大局做空 姚妈被逼调动了外汇储备 一年之内呢这外汇储备就少了8000亿美元 但是人民币兑美元还是从6.1一路贬到了6.9 后来的我们就发现了 外资呢往往在香港呢借出人民币再跑手 就看准时机拉高香港的人民币隔夜拆借利率 这就好像是截拳道 见招拆招 赌对方做空的路径 所以说我们还是处于一个被动挨打 必须要让人民币主动出击 这才有了大规模的货币互换 2010年离岸人民币市场呢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的 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总额也才5000亿出头 但是2023年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总额呢 已经高达52.3万亿 这市场规模已经是超出了国际资本的操控能力了 国际资本也发现再怎么抛人民币 人民币也是很多国家的刚需 做空的难度越来越高了 2022年到2023年 人民币汇率暴涨暴跌反复的拉距 看起来呢甚至比2018年贸易战后还要凶险 但是央行的操作啊却是气病神险 外汇储备也不跌反涨 反倒是国际空头爆仓的消息 此起必复 而如果说人民币这边扛住了 那边就会有人扛不住 今年从3月份开始呢 日元率先贬值 带崩了整个亚洲货币 美元也是节节攀升 眼看着就要重演亚洲金融危机了 但是没有想到人民币跟美元持续僵持啊 日元竟然率先自爆通过加息 大量的撤回给美元背书的海外日元资本 这背后是日本丢掉了全球最大汽车出口位置 半导体面板等一些制造业 在生态位上全面被中国取代的现状 甚至出现了贸易逆差 如果日元再贬值下去 代价就是连国内最重要的主食大米都开始短缺了 所以不得已 日本央行只能够加息 加剧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短缺 银行危机加剧进一步打破了美联储25个基点逐步降息的软着陆算盘 变成一次降50个基点的硬着陆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 在总结500年人类霸权更迭的历史当中发现了一个规律 衡量一个大国综合实力的八项指标 分别是教育创新竞争力军事贸易产出金融和货币 这当中教育和创新往往是最先衰弱的 而金融和货币则是最后的支柱 如今美元降息 而人民币却没有着急跟着降息 继续维持强势的汇率 让那些跟中国货币互换的国家也就多了几分 应对经济波动的底气 全球两大阵营攻守之势已经改变了 一边是人民币严阵以待 一边是美元混售游斗 未来到底如何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关注逍遥知性理性更懂人性